社會住宅 光靠內政部 一定反覆起來 在經費預算 土地取得上 都需要其他部會的資源 教育部要推動產學合一 科技部也必須加入工作團隊裡面 各位 未來已經沒有 單一部會可以獨立完成的工作 我說過 我們要做正會溝通的政府 大家在加入這個團隊 第一件重要的任務 就是和你們的同事溝通 而且養成溝通的習慣 針對跨部會的溝通跟協調 我們必須趕快建立一個有效的機制 才能引領既自達又快速的時代 在兩天之後 我希望看到大家初步討論的成果 第二件事情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知道 我們人民對我們的標準是很嚴苛的 我要提醒各位 距離520 剩下不到一個月 所以人民對我們 我剛才講過標準很嚴苛 沒有什麼滅氣 各位也一定都感覺得到 新的團隊的商務 監督 成品 批評 都已經接種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意願來改變 不過第三個更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坐在這邊 是希望我們把我們個人的理想 我們個人的願望 這樣一個熱忱 能夠實現 能夠回應社會的改革的期待 換句話說 今天我們坐在這邊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形成一個 有效回應社會期待的這樣一個政府 那麼所以我也用這一點 來跟大家共同勉勵 那麼我認為過去 在10月16號選舉之前 我們等總統 蔡主席 已經提出了很多選舉證件 這些證件 基本上來說 都是在回應社會改革的期待 我想這些證件 我們今天還有以後 就有很多時間 來跟各位來研討 不過我在這邊要特別提到 除了這些證件之外呢 其實社會上的期待 是多元的 多方便的 那麼隨著我們社會的改變 隨著新的社會問題出現 我們都要不時的 隨時的都要去 能夠思考人民的期待 人民新的想法